好来看到花莲市立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 9号上午是来到了光龙博物馆 参观地球科学展览以及各种动态的体验 那么幼儿园希望透过多元丰富的户外教学课程 增加孩子们的知识以及尝试也增广见闻 让孩子们的学习成长更加充实 小朋友们排队走进光龙博物馆 大家都惊奇地张大眼睛 看着各式各样电影上才看得到的场景 这是花莲市立幼儿园为大班儿童安排的地球科学知识户外教学课程 希望透过实地参观和情境模拟体验 让孩子们增加知识与尝试 我们大班这次呢 我们带了120位幼儿到光龙博物馆来进行课程活动的体验 那在这一系列的体验呢 有台风地震 然后也可以看一下那个博物馆里面有什么东西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活动呢 就是在孩子在课程讨论中呢 提到了光龙博物馆里面好像有猴子 好像有恐龙这件事情 所以呢老师就决定呢 带孩子来光龙博物馆来看看里面究竟有什么 然后呢 希望在这边所得到的生活经验 带回课程上面 他们可以延伸讨论 发展出他们的学习区的方案活动 从石头的运用加工 外太空星球 恐龙化石 深层海洋水支援 台风体验 地震体验 还有极动地温体验 在导览人员带领之下 小朋友们一一体验了各项设施 也感受到地球的奥妙 还有大自然的浩瀚伟大 这一趟精彩有趣的地球科学之旅 确实让孩子们增广见闻 让他们的学习成长更加充实 借吕慧心愿相报道